熱點透視今天要帶您關心到的是 國內新冠疫情趨緩 從4月17號開始 也就是下週一開始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 可以不用強制戴口罩 指揮中心也在宣布 如果說要到住宿室的機構 陪病探病的話 只要沒有症狀 就不用做快篩 而在疫苗方面 ACIP專家小組開會決議 要開放未滿6歲的嬰幼兒 施打莫德納 BA.5幼兒自治帶疫苗 一共是有13萬名的幼兒 符合資格 指揮中心也洽購13萬劑的疫苗 預計本週日到貨 最快5月初開放接種 醫生下去 小baby瞬間暴哭 還一邊揮動雙手 面對新冠疫情 防疫規定逐步鬆綁 有不少家長帶著小小孩 來打新冠疫苗 ACIP專家小組開會決議 要讓滿6個月 到未滿6歲的嬰幼兒 只要完成兩劑莫德納基礎劑接種 就可以施打莫德納 BA.5幼兒次事帶疫苗 作為追加劑 但如果之前是打 BNT疫苗的小朋友 則是無法混打 美國也還沒有開放 那所以目前我們還是會看 國際上更多的一些資料 BNT本來就已經打過3期了 沒有更多的證據顯示說 需要在這一群的小朋友 再提供第4劑 指揮中心也洽購13萬劑 莫德納幼兒次事帶疫苗 預計本週日就會到貨 最快5月初可以開放接種 根據臨床試驗顯示 莫德納幼兒次事帶疫苗 對預防用兒輕症保護力 高達50.6% 施打副作用主要是以注射 部位疼痛或者是發燒為主 但都比較輕微短暫 而新冠肺炎也即將要從第5類 法定確認病改為第4類 估計應該是下週啦 下週會宣布 預計的期程就是4月底5月初 除了之外從4月17號開始 就有醫療承照機構 還有救護車上規定要戴口罩 其他場所則是可以自主佩戴 另外如果要到住宿室機構 探視陪伴也不用再看達過幾期疫苗 只要沒有症狀就不用快篩 朝正常生活再跨一步 記者 魏雨天 葉林凡 TEMPODO